剪刀心路事件 剪刀心路事件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圈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挑選四盒的剪刀 反正我今天就是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剪刀心路歷程 首先在實習的階段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在助理階段薪水很低 暫時先買個一兩千兩三千的剪刀來練習 但其實我們公司的實習師呢 在做真人模特兒開始 我就會開始幫他們挑選適合他們的剪刀 在挑選實習師的剪刀的時候 我必須為他量身打造 就像我們公司有左撇子啊 有右撇子 手指比較胖的 手指比較短的 或者是比較細的 那這樣怎麼挑選呢 可以選擇一隻短的絲剪的剪刀 再來一隻滑剪 還有一隻打薄刀 這三隻的話大概就已經花了三四萬塊了 但為什麼我會叫他們這個階段就買這麼好的剪刀呢 剛開始當設計師的時候 你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沒有什麼客人 但是我必須要擁有好的剪刀 我必須要擁有好的器材 就好比人家說的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息器 我自己覺得在他們的階段 我會選擇就是找廠商去幫他們做分歧 這個階段我就會去跟他們說 你們先要擁有幾隻基本的剪刀 所以在手指你要擁有自己的剪刀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先擁有這三把剪刀 它的功能就是短刀乾絲都可以使用 然後我個人是喜歡用光的啦 然後再來的話需要一隻滑剪 那這隻滑剪的話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覺得 哦滑剪很貴啊 在這裡跟大家說 其實我這隻剪刀只要一萬塊 但它所使用的鋼彩啊 或者是剪起來的感覺啊 其實跟那一隻兩三萬的差不多 如果你今天是初學者的話就很適合買它 因為它擁有滑的功能 又可以做點剪的功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隻打包刀 打包刀的話因為基本上現在很少人會去打女生的打包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挑選一隻好使用的打包刀 個人會覺得CP值比較高的就是它乾絲都可以使用 那這個牌子的話就是 Momo說 海亞喜 反正它是日本的剪刀 廠牌比較小一點 但是它的鋼材其實跟光的鋼材好像差不多吧 廠商是這樣跟我講的 但是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蠻不錯啦 不然我應該會罵它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圈圈我本人 因為一句話就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息器 我個人是非常愛買剪刀了 在我身上不是只有這些剪刀 我先講講這隻七寸的剪刀好了 這其實我已經就是給了我的愛徒大師兄 我已經把剪刀送他了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幾年前我自己覺得 哇拿七寸的剪刀好帥喔 因為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但殊不知其實你手如果很短的話 直接剪出一個洞洞醫院啦 講的沒有錯 就是當如果你今天要耍帥要點剪的時候 你必須要趁自己幾乎當啦 不可以因為你剪刀覺得很煙刀你就買了啦 因為這隻剪刀那個時候業績也沒有很高的時候 就買了一隻大概三萬塊吧 可是我已經忘記他的剪刀的名字了 但這隻剪刀我自己後來蠻喜歡的 是因為我自己又去改刀 我把他的刀頭改得非常的利 他原本是一把圓刀 然後改得非常的利之後 我又覺得說 欸剪起來的感覺 他的脆度還有他的敏銳度還有力度 其實變得更柔和 不過我還是割愛 送給了我的愛徒小胖 改到刀子的話 其實我有一個就是認識蠻久的廠商 他呢熱愛於賣我剪刀 所以呢我都會給他一些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跟他說我要這隻剪刀 但這隻的刀頭 然後去跟他說我要怎麼改 就像人家在改車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想要跟大家分享短刀 這隻短刀的話 其實他也跟了我蠻久的 其實他是有點防我小時候 剛升設計師的時候 擁有的第一把小短刀 他那一隻我已經退休 我也不知道被拿去哪裡了 就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我才找到光剪 光剪的話我自己覺得 他比較適合剪起瀏海 比較硬的起場水平 他剪起來的力度 還有那個硬線啊 其實是蠻好的 我都會把他拿來比賽用 或者是客人說 他喜歡剪一個很齊很齊的瀏海 我就會把他拿出來 再來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隻非常好用的剪刀 他是彎刀 如果你今天預算可以的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買一隻碗刀 在我們去做深點檢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捲度 或者是你髮片拉起來的時候 他會有點導向左邊或右邊 那這一隻剪刀的話 他左邊右邊都可以使用的情況下 我都會覺得說 你如果要剪左邊 他的素感是有點倒左邊的 那你就要換左邊的樣子 然後再來 如果他是倒右邊的 我也會換方向 他剪起來的柔和度會比 紙刀來的柔和 所以其實我蠻喜歡用這個去剪 要燙頭髮的女生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打包刀 這隻打包刀呢 我會擁有他其實就是 對在線上有一個就是 大家都很喜歡的講師 很漂亮 現在在大陸發展的一個老師 他們很喜歡用這個牌子的剪刀 然後他剪頭髮起來的聲音 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感覺就是 他好像沒有消音器 但其實他有消音器 但他的消音器是鐵做的 就因為這樣 我就買了他 但其實我覺得蠻好用的 他在調亮的速度其實比較快 我通常都會把它使用在剪日系 日系短髮 或者是女生調素感的調亮 我就會拿起他 另外一隻打包刀 為什麼我會有兩隻打包刀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 剪女生的剪刀 就是女生的 剪男生的就必須要有男生的一隻打包刀 你用量又比較多的情況下 其實跟女生混在一起 很容易會咬刀 就是扯到客人的頭髮或幹嘛的 其實我個人是不喜歡 再來就是這把櫻花牌剪刀 我個人在早期的時候 就蠻想擁有它的 我就是一個很愛買剪刀的神經病 然後買一買不適合自己 就會找尋適合他的夥伴 OK櫻花牌的話 本身它也是有一點鼓鼓的 就是它也可以做滑剪 然後也可以做深點剪 其實我自愛的剪刀啊 裡面都會有圈子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屬於我的剪刀 不會被拿走 然後不會因為 可能大家都用同款的剪刀 然後就會搞混 所以我後來覺得就是剪刀 我上面我都會刻名字 那這一支的話 我通常都是取代它的 它是6.5吋 差0.5吋的耍帥刀 做來幹嘛 女生如果說有長要剪短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做一個很深的點剪 我就會拿起它 以上就是我剪刀的分享 謝謝大家把它聽完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挑選剪刀 其實是挑選你適合剪刀 你喜歡的剪刀 而並不是別人說好用的剪刀 別人用的好的剪刀 你用的習慣 因為有時候就是我剛說的 你的手比較長 比較短 比較胖 比較瘦 然後或者是手勁 而你適合的剪刀都會不一樣 要怎麼樣去避開 不適合你自己的剪刀 或者是不要被廠商洗腦 其實我覺得就是你剪刀 上網查一下評論 然後評價去決定 你要擁有什麼樣的剪刀 一開始挑的話 如果你真的會害怕的話 其實你可以問問你身邊的設計師 尤其是你身邊就是 跟你比較要好的老師 或者是你的直屬上司 他應該都會給你非常好的建議 那我個人的話 其實通常都是我 幫他們挑選剪刀的 當我今天幫他挑選剪刀 我可能就會負責到底 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個實習師 他是桌撇子 那他剛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剪刀就是 剪假那頭剪完就爛掉了 然後我就幫他挑選了二到三支的剪刀 其中有一支短刀 他就跟我說 哎 這一支左邊可以剪 右邊也可以剪 所以你就可以拿他的 那我也第一次買左撇子的剪刀 我也不知道 到底左撇子跟右撇子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沒有拿過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幫他評判 但是當他拿到那一支短刀的時候剪的時候 冰刀啦 反刀 就是剪不斷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這時候我就會去幫他處理 然後找廠商來 然後去跟他說 為什麼剪刀會這樣 為了裡面的人好 所以會去跟廠商做一些討論 你如果要挑選剪刀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以你自己身邊的老師 下去做挑選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拿彎刀 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拿花劍 我只是把我自己覺得的好跟壞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重點就是選用你自己喜歡 然後買了不後悔就好的剪刀 OK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記得按讚分享 掰掰 還是點est 啥 之後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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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